字幕 李宗盛 都非常好現在的狀態 每天都可以溫習的 反正我反正是英文的 reading 當然是 CAM 啦 CAM 啦 CAM 沒那麼理想的 好好 好好 Physics 過了快 輕鬆狀態 有些科都已經半放棄狀態 所以就由他 都是Physics 因為這次老師都出得很鬆手 我後面的科都放棄了 那些科就有點不理解 因為昨天應該是考得最新的一天 很差 CAM 吧 或者英文 即昨天那一刻 中文 很緊張 現在每晚都溫習得很厲害 壓力都大了很多 考試考到幾天就完 那就好 壓力就越來越小 可能英文會考得好些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 家裏用英文和工人去溝通 小學那時英文的成績都是比較好的 還有英文份卷都比較簡單些 都應該沒有問題的 我想 那些卷都好像比去年簡單了 應該都沒有問題的 成績成績 接下來今天考那份就有信心 考數學 狀態很好 考試期間 睡得多了 很精神 所以考過的都OK 有不懂 但是覺得應該都OK 我覺得我快要死了 三四點左右 我不知道 沒什麼信心 OK的 是有點不懂的 OK的 一般 有點難的 中文卷 中文閱讀 理解 我其實打算今天數學做好些 CAM卷 沒那麼難 挺好的 應該都可以 自己預期之內 應該都考慮 英文作文 好不懂 就快撤死 溫蟹來輸 還可以怎樣 溫度兩點 好一點 其實沒什麼科有把握 他成績出來怎樣 都應該都是炒的 做溫蟹非常不良好 因為溫書溫度很晚 回到家就很累 然後會先睡覺 睡完後就溫書 惡性循環 科科沒有辦法 數學 一般 應該大不如前 應該很難說 最麻煩應該是地理 因為地理的S 今年都很難 中文作文今天 都有點困難 因為三題都有點難 我最喜歡堅持 精神狀態崩潰 沒睡過 因為要考試 三點算不算空頂 一間考過數學 但現在都沒什麼信心 練習的了呀